哈利波特失去魔法 被判入狱400天 为了逃离监狱 手工制作39把钥匙 成功打开了38扇监狱大门 如此奇幻的越狱经历 却是一个真实故事 在准备入狱前 哈利将现金捏进塑料袋 把他们装进雪茄桶 再放进自己的局部 几百元现金 将会是他在狱中的救命前 因为参与反对种族隔离不公运动 哈利和朋友罗恩 在一次街头发传单的行动中 被捕入狱 法庭以政治犯的名义将他们起诉 分别判处12年和8年有期徒刑 就这样他们被押送到了 看守森严的比勒托利亚监狱 入狱第一天 哈利别扭的跑步姿势 就引起了光头老大的注意 光头告诫哈利尽早拉出雪茄馆 以免丢掉性命 与此同时他还奉劝哈利和罗恩 打消越狱的念头 围墙有6米高 外围还有满是导沟的铁丝网 探照灯从日落就开始工作 持枪警察24小时不间断站岗 想要逃出去简直难于登天 就在两人低落时长发哥走了过来 并对他们说不要听光头的鬼话 如果有越狱计划 算他一个 时间来到了第23天 在思考了几百种办法后 哈利明白了 越狱不需要用一个别人都想不到的办法 而是用一个大家都能想到 但觉得不可能的办法 那就是做钥匙 晚上哈利拿起一张白纸 紧贴钥匙孔 使劲用手按压 再拿铅笔仔细描绘 就这样锁孔的外轮廓就出来了 接着再用白纸卷成筒塞进锁孔 拿铅笔进去摩擦 抽出直卷 就得到了钥匙的长度 还剩钥匙的齿形 吃饭时 罗恩和长发哥故意吵架引来预长 哈利就趁机观察钥匙 踢球的时候 哈利假装捡球 其实也是在偷看钥匙 就连排队的时候 哈利也不忘细细打量钥匙 再一次次观察下 哈利对钥匙的齿形已经掌握的八九不离十 每观察一次就细细地修改一次 在不断地临摹比对下 终于得到了一张完美的钥匙图纸 那该如何制作钥匙呢 哈利想到了从做工车间偷拿木头 监狱的囚徒平时要在车间做木工 这就是收集木头的好机会 把几根小木条藏在砂质里 塞进热水瓶底部 他想靠这样把木头运出去 唯一的问题是 每次预警都要检查热水瓶 他会敲两下 倒掉些里头的咖啡 轮到哈利时 预警注意到他极度紧张 于是把他的咖啡全部倒掉 还用力摇了摇 却没有木条晃动的声音 这是因为哈利事先垫好了一块抹布 第76天夜里 哈利开始做钥匙了 先用小刀凿出凹槽 再用砂纸打木光滑 削好钥匙的手柄 用胶水粘合它们 放入灯罩 烘干一段时间 最后按图纸一笔一雕刻齿形 摩擦摩擦再摩擦 钥匙完美出炉了 接着 哈利把钥匙插进锁孔 小心扭动 钥匙顺滑地带动机关 啪哒一响 门被打开了 然而开心不过三秒 哈利面前还立着一扇白色的铁门 并且这道白门 还只能从外面打开 人在里面 怎么才能从外面开锁 这个男人正在用刚刚咀嚼过的泡泡糖 使劲够着地上掉落的木头钥匙 刚够低一下 钥匙就被推得更远 这个男人就是已经被关在监狱142天的哈利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在打开第一道牢门后 哈利发现了一道需要从门外打开的白门 粤语小队开始想办法 长发哥想到用拉线的方法 从走廊对面把钥匙拉过来 这样正好插进锁孔 哈利听完一秒否决 为什么 因为这种方法没办法转动钥匙 就在这时 罗恩想到每个牢房都有一个扫把 可以拿扫把的杆子从牢窗伸出去 正好能够到锁孔 接下来只要解决怎么转就行 这天 哈利在车间工作时 看见了一个转轴 这个转轴让他灵光乍现 他马上开始做一个简易转轴 弄一块木板 钻两个洞 在扫把杆子顶部钻个洞 用螺丝钉组合他们 再把钥匙固定在转轴上 开锁助手完成了 当晚 夜黑风高 一根棍子伸出牢窗外 哈利通过镜子 艰难地将钥匙插入孔中 一圈 两圈 终于咔哒一声 门锁打开了 就在此时 透过窗户 对面的狙击手似乎看了过来 哈利一个紧张 钥匙掉了 他集中生智 立马嚼了块泡泡糖粘在棍子上头 要把钥匙粘起来 一下 两下 三下 万幸的是钥匙还是被他沾了回来 哈利丢掉棍子躺在床上 心脏秃秃的 好家伙 真是替他捏了一把汗 试验成功 哈利一葫芦画瓢 现在他已经练就了一番 裸眼3D打印技术 在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后 打造了39把监狱钥匙 为了越狱万无一失 他打算先来一次演习 当晚 哈利带着长发哥偷偷溜出房门 两人成功打开铁门 进入走廊 溜达到楼下 偏偏这时碰上玉井的例行巡查 两人快速躲进楼梯下的杂物间 因为哈利在床上早早放了个假人 玉井啥也没看出来 查完就走 见到玉井下楼 光头老大立马咳嗽提醒 此时哈利还在攻克一扇门 听到暗号他们赶紧躲进杂物间 就在这时 玉井看到了地上他俩留下的汗珠 两人紧张得浑身发抖 大气都不敢喘 好在玉井虽然疑惑 却也没在意 两人这才溜回了牢房 经过一夜折腾 第二天哈利起晚了 狱长亲自进来质问 因为他知道犯人早上起不来 肯定是晚上在搞鬼 他下令搜查牢房 哈利的钥匙碎片被翻了出来 幸好他激烈 说这是放照片的 这才逃过一劫 经过这次搜查 哈利知道必须要加快行动 否则很有可能钥匙会被发现 这天他被带出去看牙医 知道了电动门的按钮在警卫室 而在出门时 发现监狱在修建新炮台 门户大开 哈利知道现在就是越狱的最佳时机 一旦错过 炮台修好后 越狱将会南上加南 三个囚犯为了躲避狱警的巡逻 挤进了狭窄的杂物间 由于没有门把手 带头的哈利用两根手指 死死拽住柜门上的小小螺丝钉 丝毫不敢放松 生怕一个不小心就被狱警发现 今天是第404天 哈利的越狱小队打算在今晚行动 三人脱下球服 准备就许 哈利利利落地打开牢门 放出罗恩和长发哥 换上用肥皂向黑人狱卒换来的便装 穿过走廊 打开球室的铁门 溜到楼下 迅速钻进了杂物间 然而好死不死 今天值班的狱警闹肚子 在杂物间拿马桶揣子时 把哈利他们事先准备好的回行针门把手弄掉 没有办法 哈利只能用手指捏住小小的螺丝头 艰难地拉住杂物间的柜门 看得人手心发汗 就在这时 狱警解决完大事 打算放回马桶揣子 在这紧急关头 光头老大神助攻 他发现狱警还没来巡查 感觉情况不对 于是敲碎灯泡造成短路 并且扯着嗓子大喊狱警 狱警顺利被引开 越狱行动继续 三人马里地用着木头钥匙 和之前演习的一样 顺利打开一扇又一扇大门 终于他们来到了最后一扇 也是之前从未演习过的一道门 透过猫眼甚至能看到监狱外的街景 那是他们向往的自由 哈利连忙掏出钥匙 第一把不对 第二个不对 所有钥匙都试了一遍 大门依旧没有打开 三人的心一点点沉入谷底 难道四百多天的坚持 就这样功亏一篑了吗 哈利建议大家回去 可长发哥已经不想等待了 他敲了敲门框 发现木门并不结实 赌一把 他掏出螺丝刀 一下一下地猛砸门框 还好 他们不仅没被发现 还砸开了这阻碍自由的最后一扇门 三人换上便装 用镜子躲过狙击手的监视 终于逃出了监狱的大门 看着身边擦肩而过的狱警 包下了一辆黑人滴士 他们坐在车里兴奋不已 止不住的耐喊 留下激动的泪水 而狱中的狱警 这时才发现牢房里少了三名囚犯 本片根据真人真实改编 右边照片上的人 就是哈利的原型地努沾金 他在短短四百天的时间里 制作了三十九把木头钥匙 打开了从牢房通向自由的大门 顽强抵抗南非政府的不公制度 要问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是怎么做到的 答案就是 把它分解为一个一个 可能做到的小目标 就像一把把小小的钥匙 将困难的大门逐个击破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逃离比勒陀利亚》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